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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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一週呢 大家很考驗可能大家的體能狀態 那當然越能夠 趕快進入到球場之後 趕快進入到原本過年前的 那個很巔峰的狀態 我想這個也是對選手的調節來說 也是很關鍵的一個部分 不過我這樣一眼望過去啦 大致上來講 今天忘了帶一個蹭來 稍微蹭一下 不過看起來每個人基本上 沒有什麼很明顯的一個 這個變胖的樣子 我看一下中軒 中軒很有意思 當然今年因為過年 我沒有在國內 不過去年過年 我還真的在羅東夜市 就遇到了中軒 他也是宜蘭人 那在整個美金龍 不然我剛剛比較注意到是誰 發哥 發哥也不錯 看起來跟這個過年前的樣子差不多 那另外就是溫義凱 看起來也差不多啦 不過比較有一點特別是 我覺得呂教練 呂教練今天看起來清明多了 好像變瘦了 而且他剛剛還下去稍微幫忙 這不是舉球啦 不是幫忙在練習的時候 會有下去 在現場做更多的動作 哇真的體態感覺上是更輕 是不是 12號 盧欣賢 好這也是難得啦 我們看到在整個過年期間 在不管是聯莊 還是雲林美金龍 那在今年的這個七天過年當中 也有其中有幾天不錯的天氣 那來到了過年完之後的第一週 桃園也是個好天氣 那當然雖然說今天要補班補課 也歡迎所有的在桃園附近的球迷 那如果時間上允許的話 大家趕緊來到這兒 今天還有這個台北精華的主題是 是 不過如果就目前來講 當然我們在排球場上比較聊到過這樣的一個概念跟數字 可是這在運動 尤其職業運動來講是蠻重要 就是所謂的蜂王的魔術數字 那現在對聯莊來講 當然今年到目前僅僅是一場的敗擊啦 那緊追期後的台電已經輸五場了 那現在的聯莊已經打完了其中的17場 剩下最後的三場 有沒有 還打完了15場 還有後面的5場 那台電還有後面還有三場 不過基本上 如果就職業運動來講的話 現在就是等於對聯莊來講 這個蜂王的數字慢慢地浮現 對 現在是M2的狀態 就是五場裡面只要贏兩場 就可以確定提前封王了 好 我們先來看看今天排出來兩邊的變碼 在於你美金融部分來看看 舉球林家瑋 舉隊是洪榮發 然後兩位主攻守 包含了吳毅凱跟12號的徐美中 那中間的快攻林玉均 還有就是16號的李俊佑 這是在自由豐澤跟李赫宣 這是在於你美金融的先方 再來看整個聯莊的部分 那盧清泉舉球 然後在舉隊是吳中軒 然後兩位的主攻守方 分別是9號的詩郎跟1號的Brian 那兩位中間手的部分 包含是6號的呂江耀凱 還有15號的汪秉均 自由球員李勳宏跟張明亮 兩隊在賽前的熱身感 像今天的氛圍就滿輕鬆的 真的是好好能夠充分的休息啊 那尤其當然連莊的問題 簡單講一直都磨合得很好 那對於你美金融 接下來這一周 接下來還有大專聯賽的副賽 這球救到 溫義凱真的是有好好休息 在第一個彈跳的角度 打長線 對雖然說過年可能大家生活作息 比較沒有像之前這麼規律 但是往另外一個方向想的話 其實選手也獲得了一些充分的休息啊 好 前排中被攔到 哇 漂亮喔 看起來是李千萬凱過年吃的比較多 李律均吃的比較少喔 連莊今天開春不利喔 連續兩波的進攻都沒有得分 對 不過我想球賽剛開始 應該馬上就找回這個感覺喔 來 我們今天忘了 出門前應該犯一下公民力 今天到底對 連莊的吉祥物是什麼 今天吉祥物是 老虎 今天對老虎有什麼 有可能 可能正衝還是什麼 對對對 應該要去按一個太歲喔 是是是 連丟三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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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郎看起來還是一樣喔 這球打點拉高之後 也是一個相當漂亮的一個長線的一個進攻 那師郎的進步啊 其實是很明顯喔 也讓對方在發球部分 這個針對性的一個發球 比較沒有他的絕對作用 NO NO 這兩周倒是 溫毅坎 是滿最針對的 那就看他的發球 接球能不能啊 有比較好的一個演出啊 對 而且他在雲林美金這種陣中 也是很重要的這個四號位的這個主攻守啊 那一定也是各隊會去鎖定他 這個接發球的一個 專門去對付他的一個對象 好 發哥這球在空中留一下 打一個時間差 這球稍微往裡面切啊 哇 感覺喔 這個球應該可以再稍微留長一點 嗯 美中的發球 好啦 這球還是一樣啊 這球給的位置啊 師郎只能用輕撥了 可是呢 方向上沒能夠掌握好 感覺到目前為止喔 這個師郎對於幾次NO NO的這個舉球 感覺好像那個位置 不是他所喜歡的一個地方 怎麼突然間感覺到兩個人好像不是很瘦 過年應該沒有什麼相處 剛開始搭配的感覺 喔 這球守起來啊 有機會 打長線 再給師郎 開網 籃王出界 感覺這幾波的攻勢喔 有特別 把配球的這個比例 比較著重給師郎這邊 嗯 如果他這個點能夠打開的話 那相信對連莊來說也是非常關鍵的 6比2 啊 徐梅莊這球想要 花一個短球 可惜了 發生了失誤 那對美金龍來說呢 一定要把握住喔 現在連莊還沒有正式進入這個熱擊狀態的時候 再趕快把握看能不能多得一些分數 啊 對 Cinema 拜拜 可以嗎 這個球 攻守轉換來看看 Brian 最後轉直線被守住 哇 可惜了 哇 往往往往 比 吳仲萱好球 還是運用他在2號位的這個速度喔 平場球 是仲萱很典型的這個 慣用的這樣子的一個攻擊手法 哇 整個隊型的完整度 這也就是可以說是這個連莊最大的優勢了喔 十堂的發球可惜了 他的失誤 我們一直在強調當然就是 剛過完年啦 那當然大家過年放鬆 那再來就是今天打的是第一場 那在整個比較是那種 這個透光頂的一個球場 還是比較需要一點時間適應 對 而且這個場館喔 空間蠻大的喔 所以選手在適應上面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哇 最不需要適應就是來第二年的Brian 哇 這球真的是給的流的夠出去喔 所以那個直線完全是空的 對 所以發哥的定位點喔 可能要再思考一下是不是定的太內側了 嗯 啊 好球 單手舉 對 哇 其實講到這幾個球 還是看到溫英凱接球接著還是有點抖喔 對 快攻在那邊這樣找不到 哈哈哈哈 人家在聽說快攻在那邊這樣找不到 叫你過年不要吃那麼多你不聽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啦 下面一句是我自己講的 卡拉卡拉卡拉 啊 守住 哇 溫英凱 漂亮啦 哇 這幾個球有把那個Keeper給打出來啊 哇 這個球又是定位的問題啊 哇 這個球又是定位的問題啊 好 這個開局現在 與你美金龍開得不錯 開得不錯喔 現在連莊這邊喊暫停 那看得出來這個氣壓有點低 打給你的看得出來 加油 調整一下 剛剛觀眾應該有聽到連動這個聲音喔 不過他講的也 沒錯啦 概念上是沒錯 有他的道理就是說 當一個舉球員揭發球不到位 用單手 而且是順著這個 往快攻守的方向去的話 有70%以上的機率是會舉給快攻的 因為你單手的部分不太可能 用單手的力量舉到長球去 像那個球只能夠順勢 就是往旁邊送而已 剛剛那個球確實蠻靠往的 好 沒關係 一切都已經過去了 我們就遺忘吧 是 我們就往前看 6比9 好球 好球好球 這球舉得很到位 相當的到位 發哥打得也聰明 節奏放慢一點 那選擇一個打一個touch down 現在開局到目前 運氣美金龍一直保持得不錯 10比6 好球 勾一半 勾一半 還有嗎 還有嗎 美中可惜了 已經盡力要把球給勾回來 還是差一點 不過今天這個針對兩次 目前有看到兩顆 Briant的這個強力攻擊 雲林美金龍都是有能力 可以把他防守起來的 7比10 接的不錯 有 好這個防守也很到位 美中轉直線 後排 後排 這個球是網子幫忙 本來已經設定好 在這個球場後端的這個強力攻擊 結果打到網袋上面 反而變成一個前驅的釣球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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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比1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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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跳發 沒過 我以兩隊這樣子的一個球場上面的 這個氛圍 氣氛來說的話 感覺蓮莊這邊 還沒有把這個整體的 這個隊形的感覺打出來 反倒是美金龍這邊的這個團隊的氣氛 打得非常的好 哇 這球嘗試 其實這球還是沒有包到最好 不過當然還是打點夠高 其實現在我的感覺 你看蓮莊現在打就是那種 鬆鬆的慢慢地拳 慢慢地拳 慢慢地拳 可是也打得不緊張 就一個球一個球 慢慢地去適應跟熟悉 比較緊張的是蓮東 不過你就看得出來就是說 我比較在意的是這個氛圍 那你在賽前看蓮莊的練球 跟這些球員之間的默契 跟他們那種心情的態度 我覺得那是好的 是放鬆的 是 所以等一下可能在一個 可能一兩波的這個激烈來回 然後又得分的時候 那個開始有那個氣串聯起來之後 可能就會改變 就順了 對 而且重點是因為 這個團隊裡面的個人的能力 跟條件都有 所以說基本上就 讓我看起來就覺得 不是那麼的擔心 就不是那麼的擔心 還是找溫一凱 轉直線 哇 發哥這球會不會太輕鬆 今天中宣要特別注意一下 他在直線的定位籃網的部分 不管說是剛剛的這個鴻龍發 還有先前的溫一凱 在四號圍都能夠從他的直線的位置 貫穿過來 13比10 他一直找師郎沒問題 哇 溫一凱 單摳啊 這個球也有點開了 很明顯看到師郎在攻擊的時候 上半身是呈現一個後仰的狀態 嗯 哇這個球帥 在家真的鼓掌最大的是他阿嬤 哇進來我孫啦 有水啦 開始是有水 喔是啦 很有意思喔 人的信心度 就跟他的臨場表現 絕對的正相關 剛剛前一個球被摳 下一個接球就特賊 所以這邊教練團也很快的做出這樣子的 硬硬的做法 馬上把四郎給換下來 讓宋柏廷上場 哇 這 Briant這幾個球打了 那真的就 毫無瑕疵阿 不過以一個舉球員的這個心理喔 我在判斷喔 Nono其實 當然他可以每一球都舉給Briant 但是他很希望說 他先舉給其他的攻擊手 讓其他攻擊手打開來 喔 那在對於他後面 在戰術的這個應用上面 然後在配球上面 能夠比較好配球 嗯 哇 好球好球 這球魏仁凱聰明阿 差不多只有扣一半 這完全知道是拉高打長線 是 又被藍回來 還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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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 我們來看這個球 哇 徐美中第一次的反應速度還是很快 相當的快 美中已經算保養得很好了 但是這個如果換成是再更年輕一點 應該是追得到 嗯 余江浩凱的發球15 發球15 哇 連莊今天等於說目前啊 快攻是完全是0 所以這個對於他們後面在實施一些戰術上面 可能會有一些限制 前面有摳到 可是後面沒頂起來 這個對於布萊恩的強力攻擊來說 已經算是做得很好 對 已經算是化解了最起碼7分力了 哇 吳中軒的發球 充分的發揮好球 直接的跳發得分 這其實 連莊的破壞力 不是只有在整個攻擊 發球也是一個很大的優勢哦 哇 剛剛這個球有點被風靡器影響到 不過剛才是趕快把球發過去 好啦 林家瑋很聰明啦 就是有一點被風靡器影響到沒關係 但是也打個連莊有點措手不及 趕快用快攻就拿下這一分 維持4分的領先18比14 8包有 再1分19比14 現在連莊裡面的問題哦 還是在球場裡面那個團隊的那個氣氛 還是感覺好像沒有那個 就是一點點的火苗而已 沒有辦法把它燒起來 嗯嗯 今天感覺上到目前就應該這樣子 就那種酒精濃度好像不太夠高哦 好像點不太起來哦 15比19 哇 這一球難得看到 Briant的跳發是跳得比較鬆的哦 不過這個落點的距離跟角度倒是夠刁鑽 哇 這分子有點點嚇了對手一跳 直接得分16比19 有 哇 他發的位置剛好也在這個李俊佑的後面 所以他其實有一點點做快攻移位的時候 會影響到後面的瘟疫看 嗯 好 現在雲林美金龍喊暫停3分的領先 一個勾一個勾 分配一下 分配一下 站前邊 最後在前方 最後在前方 還是易轉 快攻可以塞一個 最後就可以塞 戰警結束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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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回來之後也蠻考驗 Briant的這顆發球的喔 好 拉起來 還有 這又真的是太短了 對啊 又太低了 所以打到目前為止 我們證明說其實排球運動 特別是舉球跟攻擊手的搭配 他真的是需要每天很規律的 這樣在長期做搭配 那很明顯可能 當然我不知道說聯莊在過年時間 他們的練球的計畫是怎麼樣 但是很明顯的是說配起來 跟過年前的那種頻繁出賽的感覺 還是有點落差的 好 這球也是一樣快攻真的今天打不開 對 他們是年初五開始練 只是等於是練三天 哇 吳宗鑫這球也被守住 還有 還好這分有拿到 還好這分有拿到 剛剛那個球 除了主審在他的前面之外 我覺得在施線員的部分 這些裁判老師應該要來去輔助這樣 對方的主審的這個角度 那個球應該這樣講 當那個球的角度要過來之前 施線員可能要去站到一個位置 是看到他到底是在標誌竿的內還是外 沒錯沒錯沒錯 要不然真的不行我們下主播台也是可以幫忙 哈哈哈哈 不過確實啦 因為那個內跟外其實要有一個角度會看得比較精準 對啊對啊 因為主審他就是站在那個台上 他沒辦法移動 他不能動 講了一個比較不專業的方法 那真的不行就幫主審配一個那個自拍棒 要有一個角度 沒有啦就是施線員要幫忙 要不然確實對主審以實際才而言 是沒有辦法看得很清楚一些角 像我記得有一天 有一次也是我們播球的時候發覺 我們就看到那個球 是從整個標誌竿外面 因為我們這個角度剛好在整個角度上 是看得要比主審更清楚一些 就我們都想搖起 可是我們手上沒有棋子 對對對 哇 好球 剛剛講到搖起 剛好那天我有想 可是剛好 袋子裡面帶的是白毛巾 總不能揮一個白毛巾投降 那就太難看了 球賽當然是專業的呈現外 有很多的細節 那當然工作人員的一個努力 跟這個裁判的一個一些 第一時間的一個判定也是很重要 打球櫃 打球櫃 好球 哇 許美超 這球其實進去的早了 身體掉下來的同時 硬是往空中打 瞄準的就是 這個宋伯婷的中指的指甲 哇 這個球不過打得也很驚險啊 真的 哪尼 難打 有 挑戰啊 逐步犯規 他右腳在那個線邊那邊 挑戰挑戰 挑戰 逐步犯規 哇他這個球呢不是 踩前面的線 這個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不是踩端線 這個是我們在發球 在球碰觸到球 手碰觸到球 把球發出去的時候 身體的每一個部位一定要在這個邊線的延伸線以內 嗯嗯嗯嗯嗯 這是一個立體面的概念 是是是 哇這個挑戰 這個比較少見 嗯 不過其實從這幾個點也可以很清楚感覺起來 莊教練真的是看得很細很細啊 那當然我們看啦啦隊也看得還蠻細的 那剛好這個時間點又是一個挑戰時間 到底是這樣挑戰完 這幾年是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 好這個挑戰 我們來看看這個解答是什麼 不過以剛剛那個狀態來說 因為美中喔 他其實是採用這個跳躍漂浮發球 那剛剛他想要先發一個快開 但是其實後來他那個裁判明哨的時間點 影響到他的一個節奏 所以他最後是選擇站發 那站發的時候可能沒有去注意到自己站的位置 余教練一臉狐疑 是到底狐疑什麼勒 挑戰 好這樣的挑戰 我們也是大開眼界 來看看這個挑戰的結果如何 今天的觀眾還是陸陸續續在進場 那當然也歡迎所有在桃園地區的 這個球迷啊 那今天的天后狀況 跟整個這個球場的氣氛都相當的好 那大家都有很強烈的一個知名度 來看誰看誰看誰喔 今天能夠看得很多啦 因為今天有八場 八隊要出賽喔 天啊 那我們就有八場 對啊 有沒有畫面應該衝擊吧 為什麼 那為什麼 沒有畫面應該衝擊 為什麼沒有失敗 貼肉 就維持原判啦 對啊維持原判啊 沒有原判啊 連莊這邊要求的當然就是畫面的呈現 那現在沒有畫面的話 他現在是直接是判得分 那當然連莊這邊演出會有一個意見 因為球還沒有落地 還在進行當中就按風明器了 對 好 開拳來的第一場 今天的整個這個現場 倒是讓我們看到一個完全新的一個案例 一個判例 我相信這個判例也可以好好討論一下 當然 我覺得這個幫助現在的觀眾朋友 在看排球比賽的時候 也多一個這個規則的認識 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由於現有畫面無法判斷 所以這球決定重發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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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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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同時你也可以運用自己的一些權益 來去影響到對方的節奏 所以這也是我最欣賞呂教練的地方 這有一點那種黑色幽默的 是是是 因為剛剛就是已經被挑戰一次了 那你不能吃了悶虧嗎 好 現在呂教練的看法是說沒有看到球 誒 有趣喔 現在質疑的是為什麼剛剛沒有看到畫面 那這個畫面只看到腳沒有看到手 你說聽起來這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對不對 哇 歸掉了 歸掉了 不過雙方互記一次啦 因為剛剛那一球這個 被挑戰 美中被挑戰的那一顆 最後是連莊得分 那這一顆挑戰完是美金龍得分 陳玉碩 上 好 第一位 第一位 GO 陳玉碩的發球 哇 這個發的夠短耶 不過原地起到吳中軒的這個二號位還是很利啊 只能說連莊的運氣真好 真的 這個我想像要砍應該也不是特別練這種修正球 是他碰過去剛好是中軒喜歡的位置 就是一個自然做球法 對 搖搖搖搖搖搖 啊 三峽 不過這個球 他在說的應該是剛剛第一拍的這個 揮空 我們看起來揮空的那個人有碰到手指 所以是一個四級球 但是這個球也沒辦法來挑戰 嗯 好 現在裁判再請 隊長 NONO過來溝通一下 好 這陣子基本上這個球被抓了一個四級球 現在連莊喊暫停 一比二十一比二十四 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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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陣子 這陣子連莊的戰績當然都一直是很穩定啊 一月份到二月初的這五場球啊 都是3比0或3比1過關 那今天倒是開春的第一場球 第一局 打起來 這中間兩邊有一些些過程啊 不過最起碼 那與你美金龍從頭是從頭領先喔 從頭領先到現在喔 局點 跳發可惜了 22比24 那對於落後兩分的連莊來說喔 當然他們的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因為美金龍這邊就組織一波進攻 得到一分就結束了喔 那連莊這邊要做好的 可能是目前第一線的籃網 跟第二線的這個防守 吳仲仲跳發 失誤第一局結束 林里美金龍 25比22 拿下 在日本的日子 是平常的 給花花 巧克力 和一些給的 老人 但是 你能看到 年輕人 老人 在街上 拿著 花花 花花 甚至 人們 都沒有錢 但是 他們會找到 一個方法 特別的 花花 祝大家新年快樂 紅包拿來 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年行大運 祝大家新年快樂 每天生龍火虎 祝大家新年快樂 天天都開心 祝大家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享世成 祝大家新年快樂 天天都開心 尽快樂 祝大家新年禧 及加入 輸入手機發送驗證碼 輸入驗證碼 填寫會員資料 就可以完成加入會員囉 我有趣的趣事就是 我還是不斷地在比賽 沒有什麼有趣的事 就是一直飛來飛去 當空中飛人 搭飛機會水腫就這樣 沒有什麼有趣的事 有趣的事是 我們兩個是同月同日生日 真的我們兩個都是6月8號 我也是認識子群之後才知道 我們同月同日生日這樣 我們練完球的時候 教練會叫我們去不用池游泳 就可以玩水啊 然後消暑這樣 很歡樂 我對他撒嬌好了 學妹要乖喔 學妹要乖 妹妹要乖啦這樣 雲婷 愛你喔 雲咪 學長我肚子餓了 可以帶我去吃飯嗎 好啊 走啊 那一樣 在一起 Hamilton 瞧 最近 跟我們一起看看 明明 一啞 不開 表演 一起 跟嶄 一起 冰决 我永远会让你感觉那天很特别 王欣宁的爱妮 唱的话就等下交给博婷唱好了 我能很会唱爱妮 他满会唱爱妮 爱妮我不会唱好不好 满会唱 我跳到了 一 二 三 真的喔 好 我跟你讲 我只能输 还要升 有就是平时上就是生活 不然你球场上还是球场下 都对我们蛮好的 就是刚进来会特别的照顾我们 然后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球队 有 我觉得就是在球场上 然后像上次开幕战的时候 其实学姐都 就是失误她都是鼓励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有 就是学长们在场上都会鼓励我 不然就是叫我放开来打 就不会让我那么紧张 然后在场下的时候 他们会带我去玩或者去吃饭之类 非常感情 好 第一局的状况真的是看这个数字上来讲攻击的部分你看喔 美金龙拿12分只有1分的失误 那在整个联装部分丢了5分 那在整体篮网 原理美金龙拿了4分 靠着对方失误多拿了4分 这第一局整个联装的状况 还没有完全缩回来 还是有点点比较松散一些 主要的问题还是快攻没有打出来 然后攻击的得分上面都集中在Brian这边 所以其实也让对方很容易掌握住你的主要的得分攻击手 第一局真的是在整个得分方面 就是Brian跟吴中轩跟整个施朗 那施朗的状况也并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说打起来确实是有点点一个落差 那当然这也让整个比赛的节奏就像刚刚讲的 确实没有中间的一个快攻的掩护的话 确实是两边只会越打越累 是 好 再来看看这个第二局的情况 那在整个云里美金龙 吴亦凯第一局是拿了5分 洪荣发拿了4分 那李俊又跟徐美中也都各有3分跟2分 前排中第一局美金龙拿了4分 那在整个 连庄的前排中第一局0分 而且今天连庄的篮网真的做的 这个手型还有整个一个状态来说 真的都不是非常理想 哇 吕江浩凯三次的攻击没得分 汪秉逊一次的攻击 四次的攻击前排中挂蛋 这是第一局的情况 哇 还是布莱恩 还是布莱恩 这个没有任何的落差 不过就是会比较单调一点 因为你知道举给他可能得分率很高 但是就是还是只有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好球 哇 这人魏英凯凯真的很敢打 这个球很开往 稍微魏英凯修正球 然后再打成了叉胶 很开往 然后又打到比较长线 那碰触到手的时候 加上球的旋转跟违禁 就形成一种touch out 这刚刚在第一局结束 有一个小游戏 在乌英凯抛捧花吗 抛小球 后来捡到的是啦啦队 不知道后续会怎么样 这啦啦队也很敢捡 哇 这个球被盯起来 还是中间还是没得分 哇 这很麻烦 中间一直得不了分 这球就只能够一直往边垂配喔 参与来看这不是好事啦 应该这样讲喔 只是说真的 Brian自己个人的突破能力太强了 所以他的攻击有他的决定性 来 顶回来 再来 加快出手的节奏 霸霸没顶死 再给 温义凯 哇 NONO很拼啊 NONO很拼啊 NONO在整个准备救球的第一个空档 先描了一下他跟位置 这个整个板凳区的位置之后 然后还是扑出去啊 哇 真的 你有时候看他啦 看美中你都会觉得 哇 这些选手的这个敬业精神 跟态度真的只能够起立鼓掌 哇 温义凯今天蛇我疾谁啊 哇 温义凯照这样打下去 肯定是有机会选国手的 哈哈哈哈 啊 这球走直线可惜了 偏掉 这个 当然改变路线是好的想法 但是以目前施郎的这个接发球状态 刚刚那个球应该再继续塞给他 哇 施郎今天的状况确实是一般般喔 哇 前排中真的得不到分耶 哇 还是要交给Brian 哇 Brian真的是到目前来讲 几乎是无解喔 无解 跳得高 那空中的停滞能力也强 就起来 可以打 啊 可惜了 慢了一点 太勉强了 这个球也来得很高啊 也不好掌握住那空间感 5比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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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比第一局好的地方 是至少 雖然說現在的狀態不是非常的理想 還沒有調整回來 但是至少在第二局裡面 分數沒有像第一局 讓美金龍帶走太多的分數 有時候看這個Brian發球 都覺得他把這個發球發得太難了 他有時候常常喜歡 打這種倒旋的這個角度 6比5 6比5 又是找他 真的 這狀態好跟壞 撤兩個就知道了 好 現在今天的接球 真的是 踹一彈 所以現在又把宋柏婷換上來 十郎退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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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今天是看哪打哪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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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真是快 可以 你先發覺吳宗case的邏輯是在說他上去之後發覺對方趕過來 就再快個半拍先出手 真的是 你看 溫宜凱今天的狀況 一場幾分啦 溫宜凱今天火力十足 在這邊的時候 然後這場人他就要幾分 沒事 沒事 還是要 來 上來 溫宜凱拿10分 那 Brian拿11分 這是兩隊唯一 兩位數的選手 這個林佳瑋應該已經硬使出所有的力量來去跳這顆球 這個球真的是 Brian跳到空中發覺 藍王哪有手在那裡 都狠狠把他給定下去了 這個時候 Brian跳起來 沒有手他反而不習慣 真的 對啦 今天溫宜凱真的跟Brian差不多 這個球是跳得夠高 定得夠快 他很聰明的是他沒有把球往下打 他剛好打在這個藍王者比較 吃力點比較弱的地方的手指上面 好 壓線喔 按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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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挑戰 按不了 按不了 基本上今天的這個現場收音都很清楚 那這球在連狀的部分來挑戰的是 借內跟借外 挑戰 挑戰 挑戰的項目為借外球 不過以Brian的這個經驗值來判斷 他應該是判斷的蠻準的 這開村的第一掌球 兩邊打起來 可以說是勢均力敵 那雲林美金龍先搶下了第一局 這開村的第一掌球 兩邊打起來 可以說是勢均力敵 那雲林美金龍先搶下了第一局 那雲林美金龍先搶下了第一局 十三比十三分的一個差距 真的是出手真快 而且這個球 更難的地方是他是揭發球的那個人 所以他其實沒有做太多的這個往後 準備助跑的動作 還可以打出這樣子的一個威力 好 看這次Brian的發球要往哪邊 放慢 平行拉開 這次徐美中差不多用了七分力 經驗球 這個讓球流動得更久更長一點 然後再選擇做出手 14比11 14比11 十四比11 14比11 這球被點了回去再來 換邊 好球 好球 宋柏提打一個四號位的一個平球 這機會是成將會的科威的創作題 成功突破當然讓我們分 哇 這個後排的一個出手 這完全是抓準了這個九米線的目標 這球 哇 接球 Bryan也突出 現在16比12 哇 宇宁美金融到目前 從第一局的比賽一直打到第二局的中半段 從來沒有落後過 對 哇 一直維持穩定的領先 而且今天的進攻的成功率也高 接球的狀態也好 現在連莊喊暫停 4分差 沒事啦 沒事啦 抓 抓 這剛剛提到兩隊過年其實都放的時間不長啦 剛剛提到林莊是初五開始練 對 美金融出三就開始練 那看起來真的是練得很擦實 對 而且一天練兩餐 哇 這個練起來的一個狀態 就完全展現在球場上的一個表現 16比12 真的 真的是 其實真的找不到方法的時候 Bryan就是一個首選 唯一的方法 所以 就這樣子的一個狀態來說 對於雲林美金龍來說 你就是要把你的籃網 跟所有的這個防守的點 都要專注在 Bryan上面 看能不能說 去減弱 或是把握住他一兩次的這個防守起來的反擊 好球 真的宋柏廷要跳出來 因為宋柏廷這門炮能夠補上 那整個牌面上來講 才不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缺口 14比17 可惜了 這球差一點點 不 還是一個比較根本的問題 因為沒有 今天的這個連裝沒有前排中 所以說這個打起來確實就真的比較辛苦 18比14 這球被籃出界 籃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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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整隊都在希望說 看能不能出現那個 籃到Bride的第一顆球 這個球真的要打這個 這個永信盃才有機會 外面風一陣大風吹 對 在室內球館就不太可能 十五比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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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彈到魔術數字是不是 會的魔咒嘛 沒有一出來就 常常會有一些上升下降的可能 不彈就沒這回事就慢慢就過了 那開始彈就有可能變M1 也有可能又回到M3 那個變數就出來了 那當你心懸在這個地方 可能那個壓力就會大一點 可是那個其實講在有沒有什麼意義 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你就是贏就對了 對 可是這個重不重其實也蠻重要 因為職業運動就玩這些東西 對 玩數字的東西 哎呦 螺旋球沒打死啊 Bride的跪球輕波啊 那真的是手法真的很多啊 好球 隨時去調整自己的這個動作 然後去選擇對自己最有力的出手方式 嗯 那不過我相信對聯莊來說 他們這個魔術數字啊 就是目前如果能夠確定贏兩場 提前瘋亡的話 對於他們往後再備戰這個季後挑戰賽的時候 能夠有更多的這樣子的一個這個配法 沒錯沒錯 所以說魔術數字先拿到的話 基本上後面就真的也可以有更多練兵的一個機會了 這對職業團隊來講 絕對是件好事 好 現在是美金龍的暫停 19比17 不要啊 同學 同學八球 同學八球 準備一下 準備一下 這一個 酷 這樣快點可以給 好 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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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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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解釋 小胖有沒有 欸 倒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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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各隊現在都大概剩四五場的賽事喔 那當然對於前半段可能沒有太大的這個名次的影響 但是對於中段的這些球隊來說的話 你多贏一場 你能夠把自己的排名往上升 其實對於後面的這個牽位來說的話 是對自己比較有利的 嗯 吳中堅的發球 17比19 哇 這球接得漂亮 還有第二波 再給誰呢 這球拉出來再給 溫妮可 哇 我就是一樣 擺明告訴你 我就打給你 不然看 我就打在你面前 溫妮凱真的是過年 我待會要問他一下 真的是 阿嬤沒有準備了 阿嬤真的是過完年有這個充分休息後的整個相當 相當飽滿的一個精氣神的狀態 哇這個球有沒有接好 哇真的是他今天的發球真的是夠兇的 一直鎖定Bride再拿一分啦 又回到了四分差 我剛剛覺得他這個拋球稍微拋的短了一點 可是他的狀態真的很好喔 這個球跟上完全沒問題 他在今年的發球真的是 完全回到那種高中時期的一個態勢 哇這個球可惜了可惜了 哇球是直撲而來啊 哇球是直撲而來啊 那對李赫萱來講沒有能夠頂起來 好現在 連莊再次把休息的一陣子的施狼換上來 要順便提升一下這個前排籃網的高度 嗯 司長龍打點還是高啦 美中應該也沒有想到這個球會打到他這邊來 真的直接用肩膀頂回去 19比21 還有嗎這球鎖定了是溫毅凱 籃得漂亮 剩下一分的領先 二十二十一兩邊一分差 哇呂教練坐不住了喔 嗯 剩下一分的領先 二十二十一兩邊一分差 哇呂教練坐不住了喔 嗯 一一比二十一 這個應該是 雲林美金龍最不想看到的喔 這連莊如果在這個時刻來蘇醒的話 哇那對於他們的這個壓力來說就更大了 好現在雲林美金龍很暫停 三分到四分的領先 現在不復存在 沒想太多 好 一樣不敢發啦 不會注意啦 一樣 一樣 可以一樣沒關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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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結束 連續把這四分的落差給補上來 現在看看最後三分四分的發展 二十一比二十一 球賽就是要這樣才好看嘛 對不對喔 好 Brian要繼續發 哇其實獎賽這幾球都接得不錯啊 對 可是在整個搭配上來講都有一些小瑕疵 這個球給的太短了 好 好 二十二比二十一 現在連莊是連拿五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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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 整個都褻掉 好 而且整個紅方方剛剛沒有準備 沒有準備 沒有準備 呵 哇從剛剛欧依凱那個球被摳死之後 整個那個氣勢完全扭轉過來啊 連六分了 這個 跟這個十九比二十四落後 逆轉的 有點像喔 好 然後吞下去 還有機會 現在要籃一個 把許瑞恩給換上來 沈銀秀的發球 22比23 這個球 他們現在這一輪直接把場上的舉球員換下來 目前雲林美星龍的正宗是沒有舉球員的 完全就是要拼籃網了 Briant沒接好 可是Nono又把球給救了回來 籃是籃到了 可是要把Briant的球給包死也不容易 雙方換人在美軍龍的部分 再次把舉球的林家瑋換上來 那呂佳奧凱在連中這邊也換回來 24比22 哇 再次想要打一個相當大的角度 美中的這一球沒過 第二局結束 那連莊真的是 從18比22的落後 連續把分數 25 22結尾 哇 這又是一波成操作 第二局 連莊拿到 1比1 在美國最多 為了 春日代的即興要場 《天祖的日子》 人人的流氓 又和其他戰爭 但是 你可能看到 年輕人 老人 在外面 拿著 家瑋 在街上 槌上 他們沒有錢 但他們會找到一個方法 去做一個特別的祝福日 看體育就來HotSport 啟發你的運動音質 Fire 火力全開 觀看HotSport 氣牌十九 全賽季直播 氣泡你的排球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祝有女朋友的或老婆的趕緊 帶她們去吃大餐吧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那有情人的 可以每天都甜甜蜜蜜 那還沒有找到另外一半的 可以早日脫單 Happy Valentine's Day 馬里加洋卡拉灣的媽媽部署 Ka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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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榮瑞一門好運滾滾來 祝大家榮年赫歲大吉大利全家榮平安 我丟到了 一 二 三 真的喔 好 我跟你講 你怎麼會失望 還要升級 契牌十九年 一起封社群 進入契牌官網 完成會員註冊及以下步驟 即可獲得臉書、IG、專屬濾鏡喔 讓我們一起燃燒牌球魂 現在進入契牌官網 立即加入會員 勾選我已經閱讀 立即加入 輸入手機 發送驗證碼 輸入驗證碼 填寫會員資料 就可以完成加入會員囉 7月19年 甲籍男女排球聯賽 全新陣容 全新挑戰 10月14日起 Fire火力全開 加入氣牌會員 享受更多活動資訊 賽季直播 一起見證巔峰對決 看體育就來HotSport 啟發你的運動因子 Fire火力全開 Fire火力全開 觀看HotSport 觀看HotSport 氣牌十九 全賽季直播 希望你的牌球 想要參加抽獎嗎 想要知道更多氣牌資訊嗎 現在進入氣牌官網 點選右上角立即加入會員 勾選我已經閱讀 立即加入 輸入手機發送驗證碼 輸入驗證碼 填寫會員資料 就可以完成加入會員囉 加入氣牌會員 更多好康等著您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局的情況 連莊的一個 哇這個攻擊火力就完全的展現了 16分只丟1分 那相較之下 輸入美金龍12分丟了6分 那兩邊其實 藍網輸入美金龍還是做的 在第一局的4分 第二局突然間消失了 反倒是連莊拿了2分 那發球雖然有4分的進場 不過在整個攻擊火力上的一個消退啊 也使得從18到22這一段路 連莊走了7步 那 輸入美金龍 是直接拉著手煞車停了 停到了終點 那也讓 對 連莊就直接一路長紅的 標到的終點 拿下了第二局啊 那在整個攻擊的模式上來講 Brian還是一隻獨秀了 那後來換上來的施朗 也是江宮竹隊的連拿2分啊 那汪比勳2分 那境外在整個 运力美金龍 重點還是溫義凱 可是溫義凱 那個後排被籃也很傷哦 第三局 這個球 應該是沒有 那個拋物線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 中軒還看了一下莊教練 莊教練看一看 搖頭 這個中軒打到球星這樣子的等級 還是要有時候適時的方 自己找台階下 哇 這是啊 打順的話 那 連莊就很難擋啊 所以這個就是排球場上 很有意思的地方 如果大家去回想一下 如果剛剛第二局後半段 溫義凱的那個後排 如果是得分的狀態 的狀況下 或許現在的戰況 我相信 可能2比0的是梅金龍 是 轉直線好球 所以說真的是排球場只有 有時候就是那一股氣 你真的不能讓對手打順 那有時候你就 順順的走 可是那個轉折點 有時候就是不能太扣勢哦 2比1 咬籃到 再來 再撥 沒撥死 好球 四郎這球就得漂亮 再給Prior 哇 這個球很想要加一句 Happy New Year 哇 這球超high的 基本上連莊只要有辦法把球防守起來 那修正給Brian基本上都是得分的保證 2比2 放短 這球插到 嗯 換成中軒 感覺這個這一局在包球的那個部分 還沒有做得很好 嗯 這球的攻擊複製 由於沒有被拿下電燈 好球 老敏勳也跳出來了 剛剛在第二局局勁也跟林董燒聊了一下 對啊 詩朗在過年期間有回這個節目在 可是還是相當早的回來跟著一起練球 對 配合球隊的規劃 對 每天都會他要提早個半個鐘頭去練發接球 嗯嗯 所以算起來是相當認真的球員 單摳這球直接摳出了界 而且你每次看整個施朗在整個局間的練球 他不會像其他人做 他都會一直在跟 而且他傳接的對象都是呂迅宏 跟自由的一個練習 是 他也在修正他自己的基本動作 對 不斷地在 對自己的這個要求 哇 這球 哇 阿亮很扭力喔 這個要小心喔 因為阿亮的 基本上是沒什麼脖子的 真的喔 不過這樣後滾番更好滾 喔 對 有脖子的話反而比較危險 不過 稍微剛看阿亮這樣後滾番稍微有卡卡的 是是是 待會要提醒他 還是要 要像這個海豚一樣 這樣相當的 相當的滑順才可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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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局有點不順喔 所以每一局都有一個狀況不順的選手 那這個時候就要考 就是要考驗到這個團隊的力量 嗯 好 哦 有 哦 要 哈 夢想有 greatest 有人 好 真的是 Anderson 一下 水 對啊 橋 好 打平的 這球救回來 有機會 哎呀 這球過得過頭啊 哇 可惜啊 真的可惜啊 這個林家瑋跟李俊佑 這是在今天第一次出現 有點吊稿啊 6比6 這個球速度太慢了 長度夠 但是速度太慢 如果速度再快一點 李俊佑在最高點 或許還摸得到球啊 好 這球嫩康 吳宗宣 趁著真的是前排中過來還是慢了一點喔 7比6 好 機會來了 宇宁美進隆 發個打一個球 好球 宇宁美進隆 其實這樣的節奏對美進隆來講是順的 當然你不可否認 從第二局後半段整個連莊已經完全 剛剛講那個網子收收收收 已經收到已經命了喔 短球 林家瑋 這個球真的有點勉強啦 對 想法很好啊 但是自己的動作在空中沒有平衡啊 對 而且如果他是左撇子的話 這個球就比較合理 因為他是右撇子 他要轉身去出手 太難了 每個舉球員都會有一個攻擊夢 有一個夢 有一個夢 對不對 簡明君換上來 把吳宗宣給換下去 好球 好球 這種貼網反倒是加快的節奏 美中還是很喜歡打這種平快的球 9比7 哇 林家瑋的整個跳飄 飄出了界喔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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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比9 有1分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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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球下來 籃到的速度太快了 看到底是先打到腳 還是先落地之後才彈到腳 嗯 對 妳針對隊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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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牽隊球 當然扣得很大對啦 所以這個籃網之後是直上直下 節奏很快 對 兩邊在今天得分的部門 Briant18分 那溫宜凱是14分 好 這球判定是直接出界 直接出界 這個球是界外 對 但是剛剛2號施線這邊是比了一個touch out的旗宇 這個動作都直接touchy了 所以這樣的判定簡單講就是球先落地才有後面的第二個動作 接棒球 接棒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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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宇佳奧凱 中間的突破 有快攻真的就好打多了喔 而且這個球是做有點A流的感覺喔 就是移動中的這個A是快攻啊 這球溫宜凱的揭發又是出現了瑕疵 接過頭了 美金董絕對不要謝忌啊 以他們今天的狀態稍微調整一下 比沒有太大的問題啊 嗯 好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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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最生氣的應該是連動 看有沒有要take一下畫面給 我看他快跳起來了 好球 第一步想像的這個球噴的距離沒有算準 所以說當四郎在反身想要追的發覺 哇 不會有啊 對 那個重心的轉移跟不上球的速度了 來不及了喔 還有 有 好球 這球修正的位置 紅龍發很好出手 這今天其實講實在話 真的是美金董在過完年收價之後的練球夠正常 所以說整個狀態是很穩定的喔 哇 哇 Briyan 沒有 給Briyan 再給簡明君啊 這一球完全被摳得死死的 今天溫一凱在這個位置喔 已經攔到兩三顆像這樣子喔 直接大對的這種攔網喔 空中的動作也做得很流暢很漂亮 連動很暫停 十比十三 好 好好好 然後清單 好 了 好 尷尬 很好 三分的差距 十三比十 你看他的這種放置雖然看起來不是特別嚇人 可是這個後排經過這個加速之後還是打得相當的漂亮 另外還有一個關鍵就是看他有沒有包覆到球 他今天在第一局的那個狀態真的包不到球 籃到 這個籃回來 再給 兩球都籃到 哇 這個球跟剛剛第二局一樣 對 為什麼這個球已經全部都壓縮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不轉移到四號位給溫毅凱 真的 哇 這樣的情況已經是很深刻的印象第二次了 十二比十三 哇 哲明君這個球就有點可惜了 好 還是要把 吳中軒給換上來 你中堆球體57到下11號吳中軒上 尼中軒 十四比十二 還有 哇 好球好球 這個球死裡逃生啊 剛剛魏宜凱其實相當的聰明 可惜那個球觸網節奏慢了一點 也讓嚴重撲到 給了吳宗軒這一個後排 來直接打一個台就要的機會 13比14 這球沒有包到 打得太長了 好 這個時間點會是個關鍵 就是不能打得太急 這兩個球都有點打得太急 而且前一顆的失誤也影響到 他這一球的出手 這個打得太難了 那個斜線打得太斜了 現在反倒又是 從原本的領先到落後 現在是雲林北京東喊戰停 太急了 看一下 正常打就好了 好 看一下是布蘭芬還有這一輪 來來來來來來 是 雲林北京東喊戰停 這個呂教練第一句話 也就是一樣啊 打得太急了 真的喔 真的一急躁的話 那個整個球點啊 跟那個心態上就開始有一點點崩了喔 好 這球 打一個稍微的一個長攻 照正常的節奏來就沒問題了 所以 而且以他今天這個突破率來說的話 其實並不要把自己的路線設定的太難了 15比15 溫英凱的發球 有 哇 這個球 哇 今天 哇 發哥這邊送 基本上從第二局中半段開始 一直都被 防守得很扎實啊 哇 好球 好球 這球放得比較鬆 反倒是找到了直線的縫啊 我一樣的問題啊 現在的美金龍一樣是沒有什麼中啊 沒有什麼前排中的一些 一些搭配喔 16比16 第一時間好球 第一時間好球 雨香浩凱這分拿到 當然到了第三局 這個整個連莊的前排中也比較正常啦 嗯 誰要接有點不清楚 哇 美中真的是跳上去之後 硬是拚老命尖在那個地方 把這球硬是給塞過去 又是身體往下跳的時候 而且他已經 他有觀察到這個狼王者在空中 那個用力最 最極致的 最崩的時候 晃過去之後再出手 切到了半顆 效果不錯 這看徐仁宗打球就 很多內心戲啦 很多內心戲啊 他打球很想表達些什麼 好不好 好不好 十郎發球過頭了 好 現在第三局 形成了拉鋸戰啊 18比18 兩隊再去平手 18比18 這一局對兩隊來說 是一定都想要拿下的 因為可以提前先聽牌啊 嗯 有 這球守住 發哥 哇 這球 Briant也沒放 哇 也沒有好的機會 還是趙K還是守住 威怡凱 自球 籃網出界 哇 兩邊都有點亂啊 這個其實在剛剛的play 就是 Briant的這個 接球的那個應該就已經結束了 因為那個球應該是界外 對 出界啊 哇 還是交給Br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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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一球定得漂亮 守得更沒話說 好 打一個他交也沒成 施展夠高 哇 起碼射箭啊這一分 哇 這個球怎麼沒有人上去打過啊 不過這個還是要跟這個 排球選手提醒啊 在裁判還沒有名少前 不要先自己當裁判 當然這個球 美金龍一定是認為說 這個球應該主審會吹連擊啊 封著啊 兩邊都還是封著 20比20 好 哦 好 哦 好 踩線嗎 沒錯 沒錯 踩三米線 哇 四郎這分虧了 要挑戰嗎 還是要不暫停 暫停 現在反倒這股氣讓 與你美濟濃又鬼了回來 21比20 暫停 結束 好 現在關鍵的第三局 原本看起來好像這股氣 又要讓連莊給拉上來 可是這幾波的進攻是很操作 美濟濃也是毫不含糊 現在再度領先21比20 陳英說要繼續發 哇 真的是前排中要過來 來不及後排要補位 這個球不等人 Briain還是真的是強悍 強悍 強悍到沒朋友 22分了 吳中軒的發球 唉唷 這得球 要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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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角度看的是 還滿清楚的 剛好就在那個 兩條白線的那個橘色的那個中間點 如果放一個罐子就直接 直接 直接 直接脫地 那個點喔 通常我們在之前前幾點的氣牌 有那種發球拿獎品 那個都是大獎的位置 對對對那個地方最起碼可以放個五萬 對對對對對 因為那個點太難了 不要一挑戰出來是奧賽 我們就落差了 不過球速很快 很快很快 不過那個點打得真準 真漂亮 這個球挑戰的結果會很關鍵喔 嗯 好 大家都在屏息以待喔 這真的是關鍵的一分 21比21還是兩分差呢 沒錯 戒內 代表我眼睛看的還是滿準喔 那個點真的是就在那個 完美的那個三角框裡面 直接抓 22比21 哇 現在美金龍前排的步陣 直接移過來 要來攔Brian 哇 攔到了 攔到了 哇 這個球 是不是會不會太神啊 這球會給的有點短啦 球已經往下掉了 沒有流出去 已經是往下掉了 挑戰一下 好 創教練其實擺明講 就是給球員空間 稍微再稍微冷靜一下 冷靜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前面前兩局在談的 就是說你沒有其他的攻擊手跳出來 你每次的戰術都是做給Brian 那當然他有他的得分的效果跟成效 但是如果你今天出現在一個關鍵時刻 哪怕就是那一顆被對方給掌握到 哇 那就是真的很推喔 我們剛剛在第一局 就開始聊到一個東西叫單調 不是講說Brian的球單調 是整個如果這樣子的配球比較單調 後面可能有的時候會蠻麻煩 這個時間點看到 沒錯沒錯 而且剛剛在發球前 我們看到美金龍的三個籃王者 基本上都是比較靠在四號位這個地方 來準備要來籃Brian 有助到 有助到 哇 中央教練會不會太神啊 我感覺這個是一個無心的 就是只是想要改變節奏的挑戰而已 中央教練給人家討球 他自己也沒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 可是講實在外 球場真的是小心謹慎 對 什麼事都可能發生了 對 22現在又不一樣了 22比22 神來之筆啊 好 有機會 哇 上去太早了 時間做了 時間做了 對 上去太早了 這就是我們剛剛一直強調的問題啊 欸 中央教練要再來一次 因為剛剛那次挑戰等於他賺到了 啊 用完 對 等一下看一下呂教練會出什麼招 沒有 待會如果真的這次在挑戰成功 就應該真的跟他拜一下 真的太神了 他到底是哪一顆眼睛看到出王 太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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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不過一樣啦 一樣的問題啦 就是太鎖定在Brian 對 反倒你看這兩個球吃虧了 沒有喔 這球就沒事了 而且喔 你幾乎所有的球都交給Brian 你打到後面Brian自己也會有壓力 因為他已經知道說對方所有人都要鎖定我 現在這個還可以關掉嗎 這個還可以關掉嗎 好 二十三比二十二 余力美晉重領先一分 看要怎麼抓 看要怎麼抓 好 温依凯要继续发 漂亮哦 又直接的发球得分 24比22 现在第三局的局点 云林美金哦 前两局都是22这个数字啊 不敢放 不敢放 有机会 有机会 这球修正给谁 要出手 再来 再给 再来 哇 这球过不去啊 出招了 出招了 不讲的实在话还是一样啊 就是今天看起来这种 尤其在整个二号位 你又这么贴网 真的过不去啊 真的过不去啊 好 现在到底这球有没有可能触网呢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中国的一个成语叫做捕蜂桌椅 是 跨着人压死人压死人了 没事 云林美金融很暂停 目前是24比23 这边 这边是LONO吗 这个位置是LONO 是吗 LONO吗 LONO啊 那是LONO LONO 好 可以 好 好 OK 等楼梭等一下 一个B 然后一个二号 给二号 二号 一个B 然后一个 B二号美中 B二号 对 我接吧 来来 你来 没有就这样 一讲好战术 接把球起来的战术 会不会太大声了一点 哈哈哈 不过今天这个收音效果还蛮好的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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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 对 刚听起来战术是要做给美中了 接球接好 打一个时间差掉球 被拨回来 好 再来 好 再来看看这个球 直线 这一分让云里美金龙第二波的攻势 拿下25比23 现在在局数云里美金龙2比1领先 在局数云里美金龙2比2个球 大队都要 搭配 你 在局数云里美金龙3比2个球 3比2个球 4比2个球 4比2个球 2比3 1比3 5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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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器牌会员 掌握器牌一手资讯 器牌大小事一网打进 器牌大小事一网打进 立即成为器牌会员 立即成为器牌会员 享尽器牌福利 奖尽器牌福利 我跳到了 一二三 真的哦 好 我跟你讲 你没有失望 还要客气 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 现在进入器牌官网 立即加入会员 勾选 我已经阅读 立即加入 输入手机 发送验证码 输入验证码 填写会员资料 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咯 我有趣的趣事就是我还是不断的在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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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有趣的事 就是一直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当空中飞人 搭飞机会水走就这样 没有什么有趣的事 有趣的事是 我们两个是同月同日生日 真的我们两个都是六月八号 我也是认识子云之后才知道我们同月同日生日这样 我们练完球的时候 教练会叫我们去不用持游泳 就可以玩水啊 然后消暑这样 很欢乐 那我对他撒娇好了 学妹要乖哦 学妹要乖 妹妹要乖啦这样 云婷爱你哦 Yumi 学长我肚子饿了 可以带我去吃饭吗 好啊 走啊 7月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全新阵容全新挑战 10月14日起FIRE火力全开 加入器台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 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 喜欢运动赛事就来HalfSport频道 HalfSport频道 启发你的运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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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参加抽奖吗 想要知道更多器牌资讯吗 现在进入器牌官网 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 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 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 输入验证码 填写会员资料 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咯 加入器牌会员 更多好康等着您 赛季直播 HAPPY LUNAR NEW YEAR 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 荣等一年 祝大家荣年如意 荣年赫岁 大吉大利 全家荣平安 祝大家荣锐一门 好运渊源源而来 好我们来看这场2月17号的 运利美金隆跟连庄的比赛 第三局的整个状况 两边的攻击 篮网跟整个发球 其实就在那个伯仲之间 可是关键的几球的一个处理 一方面是有人跳出来 一方面是真的是对Brian 那两个篮网的一个奏效跟失误 也是在关键分的一个掌握度方面 让云丽美金龙能够拿下了第三局 那在整体的得分模式上来讲 在联装的部分 Brian拿了5分 李江浩凯3分 施郎3分 那在云丽美金龙的部分 温义凯真的今天的表现 跟红龙发跟徐美中的第三局的表现都很平均 那这三个人目前的整体的得分 美中9分 那红龙发10分 那温义凯已经到达22 在联装的部分 集中还是在Brian 除了Brian23之外 只有施朗跟吴忠轩 跟王炳均各7分 那基本上就太集中在 这个Brian的手上 当然啦 他确实很强 不过帕克后边也是 我也是会稠嫩 对 哎呦 真的是林玉均厉害 在空中真的是 大家等啊 看谁撑得久就对了 哇 真的是他跟美中一样 撑到最后 对方先掉下来 我多停留那么0.1秒我就赢了 哇 这个球发得漂亮哦 哎呦 施朗在处理这个球也是有点来不及了 哇 这球突然间降落的速度超快 你看哦 当然现在是事后诸葛啦 哎 这场比赛有可能是美金龙3比0 赢球正常来讲的话 是是是 就是刚刚那个我们在谈的 温依凯的那个后排 对 从18比22比18突然间就失速了 哎呦 今年林玉均的这个篮网 确实是那个timing的掌握完全是 这很难想象真准啊 他在空中的停留能力又够 3分 啊有没有机会小心小心 而且我觉得林玉均哦 他虽然说整个这个机动性 生理素质并不是说来的太有优势 但我觉得他很会去抓 举球员的配球的这个想法 嗯 所以我们很常看到说 其实他刚好全力做起跳的时候 刚好就是举球员配给快攻的时候 对而且他基本上有一个优势 他本身的弹跳之外 他的手够长 嗯 他的手真的蛮长的 这个直接在我的正前方 这个就不不不不不及格 乖孙啦 不要用低手的时候就用低手就好了 不要耍帅 不要用低手 乖孙啦 听听话听话 不过有时候这个可以用高手修正 你不用高手用低手会被教练骂 是是是 不过那是基本功啦 基本功啦 哎呦这个有点很精确 边缘边缘边缘 可抓可不抓 拦到 不过这球拦出键 哇一瞬间这个三分的优势就不见了 其实刚刚那个球真的把自己跪到 对 把自己跪到 三分的优势就不见了 三比三 四郎的发球可惜了 四郎的发球可惜了 二十号宣布 一瞬间的拦出键 二十号宣布 二十号宣布 他隨時會看籃網的手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去改變他打的路線跟時間 哇 好球 好球 Winikia從第一局到第四局 目前的整個攻擊還是維持在一個高檔的狀態 Winikia進目前的攻擊成功率六成 那Brian是六成一 真的是伯仲之間 而且一個得二十三 一個得二十四 對 難道我們要給Winikia另外一個新的綽號是本土洋將嗎 哇 Brian是聽得有點不開心 鳳真的有點大喔 哇 這球發得漂亮 哇 這球發得漂亮 好球 哇 溫义凱真的是 其實講得到有時候就像 我記得我賽樓房最難跟他講 你是想要做什麼 你是想要做什麼 你到底是不是想要做什麼 對 他反而攻擊失誤的球 都是他自己想太多的 對 六秒 好球 好球 這球是看哪打哪 六比六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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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在整個籃網上 現在美晶龍會有點吃虧啊 而且他這個球只有單靠手這樣子往內切的動作下來 這個球速還是非常快 哇 是啊 這個就被騙了 被林家偽騙到 哈哈哈哈 7比7 這個嚴格來說應該算是舒逢者的得分 好 這個守住 哇 這就打到球位 能不能就 哎呀呀呀呀 有點跑過頭了 可惜了 哇 所以說今天其實真的只能夠說確實啊 美晶龍的狀況調整得真的好 所以說很有競爭力喔 對方把分數拉開很難啊 有 救起來 可以打 哇 劈到鐵板 不過這球還是要打 還是要打 對對對 至少那個氣勢不能輸人 哇 這個球救得這麼辛苦 肯定要好像很K一下 8比8 這球偷襲才敗 哈哈哈哈 這球偷襲才敗 哈哈哈哈 下次應該新增一個牌 打到裁判 舉這個橘牌 代表球場 球賽結束要過去 舉個勾 是是是 老師如果打到空尾的話 可能就要直接直接紅牌 沒有 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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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要困賽 對 對 我們的獎好像 somm обычach 這個其實有點 給的有點短耶 林秘君的修整修的發格有點錯 你是罵這是米球啦 這邊我算吞下球 由於林秘君的隊下這一分 哇漂亮 吳江歐凱這一個霸氣終於回來了 今天到目前第一次看他這麼乾淨滴落的一個快攻 悶了整場喔 看能打這一顆出來之後稍微轉換一下 哇這球爽度很高 下巴 下巴 還有 哇再來再來 過頭啦 哇這真的是有練球啊 所以反應的速度夠快啊 哎呀 初三回來練球真的是沒有白費啊 十一比十 十一比十 抓到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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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沒人啊 哇可是真的 今天的整個 這個運力美球就覺得每個人的反應速度都很快 很熟悉的啦 看他們在那個防守的感覺喔 對 現在其實最挖的不是 不是這個連莊 是台產 這個大專盃很難打 這給發格的只要節奏不對的話 都 今天都幾乎是過不了喔 所以洪龍發自己也要去做一些心理建設喔 就是說 舉球員給你的球 不一定是每一顆都是你想要的好球 那你能不能夠在 壞球的部分的時候 你還能夠幫助球隊得分呢 放短 這球漂亮 Briant 好球 突然間來了一個虛攻 這應該是少見的這個Briant會用掉球的 兩分的差距 至於美金龍喊暫停11比13 可以哥 小溫啦 小溫你可以啊 不用粉 不用粉 好 我看他太早了吧 還是怎樣 對 你看得到太早 來啦 你可以喔 可以 接個接個啦 加油 暫停結束 其實給洪龍發的球 還是要那種 讓他有比較充分的助跑 每個人的打法的類型 真的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現在兩分的差距 這也是今天算是 真的是整個這個連莊領先 對 手度這種比較穩定的領先 快點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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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哇 這球好球漂亮 再一分 14比11 這個球四浪也舉得很漂亮 這個完全是掃平的 這球抓到 哇 太貼網了啦 這球太靠網了 這球舉得太靠網了 可惜了 那現在剛好讓年莊逮到機會 因為現在目前發哥的狀態不太好 他也知道說可能林家瑋 所以只要把球防守起來之後 大部分應該會有相當高的機率 會舉給溫義凱 所以現在溫義凱也被鎖定了 15比32 好 讓張又成上來 讓美中退場 這幾個球都完全被鎖定 還是要有人跳出來 對 而且你看原本在4號位的布萊恩 就直接移過來 要來籃2號位這邊的溫義凱 是要來的喔 哇 再是雪上加霜 再補一刀 吳中軒 今天的跳發確實是威力十足 算是醬 換 舉球 把張奧偉給換上來 好 開網 像這樣子真的 你真的看到對方已經這麼重兵在整個籃網 真的只能夠開網了喔 要不然真的打不過去了 不過現在的整個氣已經是有點被拉開了 13比17 換上來的舉球直接吃掉八包 莊浩威 個頭不高不夠 這個膽識過人 14比17 十八比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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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整個第四局的整個中後半段 嗨 張浩辰換上來 四二位進攻 所以其實現在雲林美金奧也把一些阻力先換下去休息 應該是要準備等一下很有可能會進行的第五局 這籃到還有 還有 太開了 空掉了 空掉 節奏上的變化師這球也打得過聰明 二十比十五 明昭這籃球替補十二號下單號柯凱傑上 啊 發球失誤 發球失誤 有很多 黎明昭中隊最後一分 目前場上比分16比20 黎明昭這三十五千 決定先把啊 雙券 有 誰會倒池喔 來 出爭 哇 這個球當然我們現在的測速 都只有射這個發球的速度 像這個整個扣殺的速度 其實也是蠻嚇人的喔 打一個前後排的一個時間差的攻擊 21比16 還有 漂亮 再來 這一球發哥也是原地起跳 右撇子的4號位在整個原地起來那個甩球還是比較順 2號位要甩其實就變得比較沒那麼容易喔 來 這球給誰 林育鈞的 沒錯 他對對方那個過場的那個節奏的判斷 出手真的是快 他的預判能力非常好 真的 手又夠長啊 18比21 還有變數嗎 好 打到身上反倒是救起來 哇 這就修正的過頭了 修正的過頭了 修正的過頭了 22比18 9號4號的排球 9號4號的排球 還有 9號4號的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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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號4號 2號4號 22跟19 3分的差距 9號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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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號4號 9號4號 9號4號 陳昱出的發球 陳昱出的發球 正面的節奏 好 OK 來 來 籃到 短了現在是 雲林美鏡頭的機會給誰發歌 這一球打直線 有 柯凱傑不知道 這個剛換上來 可能不太清楚 Brian他想要的這個球路 這幾顆給他的球路有點太平太快 好 現在只差兩分了 連莊喊暫停22比20 球大批 球大批 圈圓散台 球大批 背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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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哎呀 啊 这个球没有顶起来啊 哇 已经难到了说 哇 李俊又这球太可惜了 23比20 李俊 李俊又加油 李俊又OK 有 中间的快攻李俊又 他刚刚那分补回来 嗯 还是差2分 21比23 不然不然不然 不然不然 不然 浩维尼来这边帮我 你顾中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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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在大家猜给布萊恩还是中圈的时候 就是最好的选择 就是给 完全没有人注意的王秉遜啊 是 前排中 128 李俊又队请求暂停 北京都喊暂停 目前是联装 听牌24比21 一颗一颗 中间应该会出一样 二颗出一样 中间应该会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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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应该在籃板啊 好 中间应该是8分 中间应该是8分 他会出一样 带牌 好 中间应该是4分 中间应该是4分 二颗 中间应该是2分 对 选择 好 中间应该是4分 如果在籃板上跳 对 对 好 中间应该是5分 这是5分 比6分 一分 好 对 哇包得漂亮真的是包得漂亮修正過來 哇最後這球還是打長線可惜的 不過概念上沒錯第四局結束 連裝2521拿下局數2比2 在那裡的佛陰天是正常的 像是給花朵、巧克力、一些給的愛人 但是你可以看到老人、老人 在街上拿著一框花朵 甚至人們都沒有錢 但他們會找到一個方法 為了一個特別的佛陰天 我永遠都會讓你覺得那天很特別 王欣寧的愛你 唱的話就等下交給博婷唱好了 我哪很會唱愛你 愛你我不會唱好不好 他哪會唱 祝大家新年快樂 紅包拿來 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年行大運 祝大家新年快樂 每天聖龍火虎 祝大家新年快樂 乾隆終來 祝大家新年快樂 心想事成 祝大家新年快樂 天天都開心 喜歡體育賽事 就來哈斯波頻道 哈斯波頻道 啟發你的運動音質 啟發你的運動音質 輸入 輸入手機 發送驗證碼 輸入驗證碼 填寫會員資料 就可以完成加入會員囉 FIRE季排19年 火力全開 觀看哈斯波 觀看哈斯波 全賽季直播 燃燒你的排球文 我有趣的趣事就是我還是不斷的在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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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有趣的事 就是一直飛來飛去飛來飛去當空中飛人 搭飛機會水腫就這樣 沒有什麼有趣的事 有趣的事是我們兩個是同月同日生日 真的我們兩個都是六月八號 我也是認識子女之後才知道我們同月同日生日這樣 我們練完球的時候教練會叫我們去不用池游泳 就可以玩水啊然後消暑這樣 很歡樂 那我對他撒嬌好了 那我對他撒嬌好了 那學妹要乖喔 學妹要乖 妹妹要乖啦這樣 雲婷愛你喔 Yumi 學長我肚子餓了 可以帶我去吃飯嗎 好啊 走啊 好啊 一絕 加入氣牌會員 掌握氣牌一手資訊 氣牌大小事一網打盡 氣牌大小事一網打盡 立即成為氣牌會員 立即成為氣牌會員 享盡氣牌福利 Yeah 獎盡氣牌福利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祝有女朋友的或老婆的趕緊 帶他們去吃大餐吧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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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情人的可以每天都甜甜蜜蜜 那還沒有找到另外一半的 可以早日脫單 Happy Valentine's Day 好 我們來看整個第四局的情況 連莊攻擊拿了18分丟4分 那攻擊成功率5x6 四個籃網 各方的數據都還是優於對手 今晚後面一度讓對方給比分 給追上 不過還是很穩定的 那雙方的交手平手次數9次 那分數最大的落差到5分 那最後是25比21啊 花了25分鐘 現在四局打完 2比2 個人的得分部分 Brian還是一隻獨秀 8分 施朗6分 吳仲勳2分 那另外溫義凱跟紅龍發 還是最大的一個重點 那在個人的整個基本上來講 目前的連莊 Brian已經32分 哇 今天有可能破40了 趙江打下去 施狼13 那王秉均10分 那吳仲勳11 美金龍的部分來講的話 哇 吳義凱也27了 緊追其後 紅龍發14 那另外徐美中10分 李俊有5分 那林玉均的6分當中 又有3分是籃網 這也是他 他在這機場當中很穩定 在籃網部分都有個 平均值以上的一個演出啊 兩隊在前一次的交手就是2月3號也是打了4局 可這一次打到第5局 那今年 連莊從啊 上半季的第一跟第二場 面對台電 跟啊 面對這個桃園台產之後啊 還沒有打過5局 這是今年的第三場的5局大戰啊 好 放短 有防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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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往後抓 有 徐美中 拿下這一分 不過這個人要稱讚余林美金龍這一群 這個年輕的小將喔 在一個大學球隊來說 能夠把這個陣容如此完整的連莊 逼到第5局啊 確實是不容易啊 那在余林美金龍 今年唯一一次的5局是12月3號 在屏東面對屏東台電 那場是 輸2 迎3 逆轉 那今天是他們第二次 余林美金龍打到第5局 又攔到 哇 沒了 沒了 哇 這個一個小閃失 現在連丟2分 然後 開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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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還是被攔到 不過這球攔出界 還是Brian比較管用 1比2 好球 塔吉他 3比1 在第5局 美金龍的開局開的氣勢相當不錯 出手很趕喔 對 真的是高空作戰 Brian的高空作戰還是沒話說 今天到目前48次出手拿了31分 外加1個發球跟2個籃網 34分了 來喔 被攔到 吳中瑄單擴 反倒是溫義凱從第4局開始一直到現在 可能狀況開始有點下滑了 嗯 哎呦 撲出去有救到 還有 還有 頂到 有點混亂 還好 吳中瑄這球也沒有補槍成功 打獲機會 中間的快攻還是被 前排中的汪秉峻給籃下 這個給A4快攻的這個 動作有點太明顯了 而且汪秉峻又剛好跟在他的前面 中間的超比數 以4比3先 沒事沒事 欸 這次拉到拉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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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個貼網球 還有 好 再來 再來 有 這一球界內 有 這球界中的 這球界中的 兩球界中的 有 這球界中的 手臂 這個球界中的 好 這球頂到 好 再來 哇 這球被籃到 籃到 而且回去彈到布萊恩的升級 哇 這真的講實在 布萊恩也會累啊 哇 這口氣讓整個 宇宁美晉聰頂上來了 5比4 哇 吳宗軒 還有吳宗軒在 吳宗軒 還有吳宗軒 在吳宗軒 哇 真的是 吳宗軒這球發得好 哇 今天的整個發球 吳宗軒 真的是在那種關鍵時刻 總是能夠補槍啊 今天他在整個得分模式當中 除了 進攻之外 他的發球也拿了2分 籃網拿了3分啊 哇 這個發球真的是太殺了 哇 真的是太殺了 而且在第5局裡面 有兩顆S球的出現喔 對球隊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哇 這個球太關鍵了 這一股氣把對手狠狠的給壓下去 下去7比5 現在是雲林美金龍喊 暫停2分過後 再一次 再一次 接一個 接一個 幹啥 他的腿很好耶 他的腿都是這樣 對啊 他就是有英雄命的人 就這樣子 接一個 接一個 分配一下 分配一下 先把他擋起來 先把他擋起來 這個他是不是忘記麥克風有收贏 沒有 他的這個解讀 其實在我的解讀很簡單 他就是大場面 他撐得住 他真的就 吳宗憲就是大場面他撐得住 不會刺手 所以他真的就有那個英雄 沒錯 所以你看中華隊真的出去比賽 他就撐得住 他不管面對哪一隊 他的後排還是有辦法得分 所以後來你都會發覺 整個中華隊得分 他跟張玉生 對 兩個又打同樣位置很討厭 哇 哈哈 不過講實話 剛剛那個球先把那個氣壓過去 夠了 還是有賺的 對 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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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個賺的不是個人 是整個球隊的士氣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 有些球員看著恨得壓壓 他真的就是有那個氣 真的就是有那個氣 哇 不然這球流得夠出去 那就很難了 這個很明顯 就是直接真的是從籃網的手上面過 對 哇 這個球就遇到了TG 哇 你看這球打點多高啊 換邊 8比6 不過還有喔 還有變數喔 差兩分而已喔 兩隊換場 來 預備 來 預備 來 追貓 蓮蓉很有意思 蓮蓉是一面在看球賽的現場 一面手機上面的直播也一直在看 是 他是聽說我們有亂講話 不過他應該是要看有時候那個導播在回放的畫面 回放了 8比6 啊 給的短了 給的短了 哇 這一個球其實滿傷的齁 現在要再把舉球做一個調整 再把林家瑋給換上來 9比6 9比6 球出界 9比6 3比7 9比6 多 1比6 4比7 9比6 10比6 8比5 8比6 9比6 9比6 9比7 3比4 6比6 9比7 9比6 在後排的這種球都沒有把握住 對 這個球其實看起來節奏是沒問題的 節奏是沒問題的 高度也沒問題啊 哇 這球沒進去很傷啊 10比7 好不容易這個攻守轉換的機會回到了 迪美金樓 王敏遜的發球 平常啊 老三啊 最後前排 哇 哇 這幾個平行快攻 還是吐槍 沒有配好 還是吐槍 分數變做4分的落差 NONO換下來 柯凱傑上來 哇 接連幾分的一個失誤 哇 這整個氣勢完全沒了 好 挑戰 要挑戰的是藍瓦觸球 不 還是一樣啦 這幾個關鍵分打得就比較沒有章法 打得有點急 有點亂 有耶 哇 兩邊的教練其實都蠻神的 那種完全是覺得鬧可憐 啊 真的在運動場上 什麼事情都很壞心 好 再換下陳玉碩上來發球 現在是8比11啊 差3分 哇 真的是喔 哇 就只有用手腕那個甩下去的力量 就是那個slab啦 對啊 不過這個球真的是 修正的漂亮喔 阿亮這球修得夠僵啦 有夠僵 十二比八 十二比八 哎呀呀呀呀 開網球這球 美中的失誤 十三比八 臨壇 這十分倒是有點像今天 吳以凱今天拿到的第一分喔 臨壇 完全不給他任何機會要來挑戰 不過今天確實可以看到 就是在整體的狀況上 因為美金龍確實是這陣子練得夠 所以說其實我們在剛剛也開玩笑講 其實是滿有機會應該3比0就能夠過關 第二局的那個亂流 那當然能夠打到了最後的第五局 最後還是看得出來 要面對這種幾乎是職業隊的一個隊形的陣容完整度 你光是一個比較怎麼講 間歇性的一個這個表現不太夠 你要持續一直push他 不能讓他壓過來 短了 打長線 發生什麼事有人出王 是... 應該是中軒 對 連莊的吳中軒 有天啊 加油 加油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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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差3分 10比13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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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攔回來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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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球 可惜啊 哇 這個球真的可惜 好不容易擠破的攻防 終於把機會輪回到了 宇宇美俊的手上 可惜沒能夠突破 14比10 賽末點 所以連莊的專注度還是很高 雖然有點凌亂 但是他們整體回訪的速度還是非常快 還有 打球15 宇宇美俊隊在這邊1分 還有還有還有 放一個 西美俊打球 好來看看現在是11比14啊 直接接球過頭 再添1分12比14 直接接球過頭 關鍵時刻 連莊喊暫停 二賣 開村的第一場不只兩邊的球隊累 連啦啦隊應該也蠻累的 這場比賽已經打了差不多兩個半鐘頭 這一球沒有包到球 出界再一分 13比14 好現在最後一把盧清拳 Nono趕緊換上來只差一分了 看一下美金龍是不是就直接要去堵住 就直接來攔布萊恩了 現在換是美金龍喊暫停 只差一分第五局13比14 就要 其中一個黑龍喊暫停 第五局到底结果如何还不知道 这个球篮网出界 Brian的最后这个四号位的强攻 还是帮助连庄取得了开军之后的第一场的胜利 也继续维持着相当高的一个胜率 九成以上的胜率 现在比赛终于解释 我们是要休息一下 再回来 看体育就来HotSport 喜欢你的运动音质 Fire火力全开 观看HotSport 气牌十九 全赛季直播 希望你的牌手 Yeah I always make you feel that day is special 王欣宁的爱你 唱的话就等下交给博婷唱好了 我哪有会唱爱你 我哪有会唱好吗 我哪有会唱好吗 In the Philippines Valentine's Day is a normal like giving flowers, chocolate and some gifts to the loved ones But you can see young men, old men in the street holding a bouquet of flowers And even the people they don't have money but they will find a way to make special the Valentine's Day 祝大家荣睿一门 好运滚滚来 祝大家荣年赫税 大吉大利 全家荣平安 加入气牌会员 掌握气牌一手资讯 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 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 立即成为气牌会员 立即成为气牌会员 享尽气牌福利 Yeah 享尽气牌福利 气牌19年一起封车群 进入气牌官网 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 即可获得脸书、IG、专属滤镜哦 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 现在进入气牌官网 立即加入会员 勾选 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 输入手机 发送验证码 输入验证码 填写会员资料 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咯 become a member now 立即加入会员 参加气牌19 龙华舞会抽奖活动 有机会得到珍贵的明星球员 签名小筹及其他好理哦 我跳到了 一二三 诶 走开 真的喔 好 我跟你講你們都會輸 還要生氣 I always make you feel that day is special 王欣寧的愛你 唱的話就等下交給博婷唱好了 我那會不會唱愛你 愛你我不會唱好不好 那我會唱 喜歡運動賽事就來HalfSport頻道 HalfSport頻道 啟發你的運動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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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選我已經閱讀 立即加入 輸入手機 發送驗證碼 輸入驗證碼 填寫會員資料 就可以完成加入會員囉 加入氣牌會員 更多好康等著您 看體育就來HalfSport 啟發你的運動因子 FIRE火力全開 FIRE火力全開 觀看HalfSport 觀看HalfSport 氣牌十九 全賽季直播 新大名的牌手 加入氣牌會員 加入氣牌會員 掌握賽事一手資訊 氣牌大小事 一網打進 氣牌大小事 一網打進 好我們在今天的賽後訪問 林教練還有中宣還有Brian來到我們的現場 Brian今天拿了37分 那中宣的13分當中 第五局那關鍵的發球 是制勝最大的重點 首先跟林教練講 今天的整個狀況練了三天 可是感覺上今天的狀況是調得比較慢 還是對手真的是前半段打得特別好 我覺得我們一開始就是有點在對場館的適應吧 對 因為其實我們練那三天球 我們其實狀況是沒有到很差的 就是我們休假完了練球 那應該是對手對我們的發球也有做針對性的 就是架壓突破 所以導致我們就是比較亂 可是後面還有後面都有調整回來這樣 那今天的整個前半段 除了剛剛講這些之外 就是中間手一直打不開 所以原本有的這個優勢也沒有 所以就有特別提醒隊員什麼嗎 其實就是先把揭發球做好 最主要是這樣 因為其實我們快攻打不開 主要也是因為揭發球其實都沒有上網這樣 對 所以然後再加上我們的籃網的定位點 都沒有去做好 所以就是一直在不斷的提醒這些籃房的部分這樣 所以還是感覺出來 就是長時間這樣的修完架之後 回來還是有點生疏感對不對 對 還是有多多少少有一些 好 我們再跟 Brian 先跟 Brian Brian 另外一個瘋狂的遊戲 你贏了37點 這是一個平常的高度嗎 我認為我的隊伍都相信我 在這遊戲 因為我們只訓練了三天 所以我們沒有準備好 所以我認為我的隊伍都相信我 所以就 Brian說其實他在修完架之後 只跟著球隊練了三天 那感覺起來他自己都覺得 好像狀態不是那麼好 可是球隊還是很相信他 很信賴他 所以給他那麼多的機會 所以 所以說 在過年期他跟他老婆去 他去歐斯卡待了七天啊 就好好的讓他能夠恢復 跟好好的休息啊 然後當然他也表達說 每場比賽都相當的難 所以說 所以說他也提到了 所以說我問他說對手怎麼樣 他真的這個年輕的球隊真的不錯 從去年到今年好像對他們來講 打起來都沒有那麼的順手 不是那麼的容易 OK 我們再跟中宣聊一下 OK 今天的整個得分當中 十三分有三分是發球 最關鍵的第五局的那些發球 那 這當然也有人大家講說 哇 中宣就是有那個英雄命 可是 基本上怎麼樣在那個關鍵時刻 打起來毫不卻場 而且就是 出手就是有勁 就是有辦法得分 那個氣魄是怎麼練出來的 呃 因為第五局只有十五分嘛 那其實每一顆球都很重要 那 在整個團隊上的 其實我們有兩支外援的攻擊火力 已經做得就是很足夠了 然後 我在第五局的時候就是 把我能把握的東西再做得更好 然後對於發球掌握度 今天的狀況也是算不錯 對 所以今天這個話題我也跟你聊過 因為 今年因為有主力的攻擊手在 你的角色反倒更均衡 發球 籃網跟攻擊 那這樣的表現 是不是對你自己來講 就是這種解讀比賽跟在場上 更能夠發揮你各項的戰績對不對 對 但是我覺得 晉級場可能 自己的比賽節奏有點 比較 比較跑掉 還在慢慢的尋找當中 因為可能之前是主力 然後可能我知道的球都會舉給我 然後現在可能 我覺得我會舉給我的球 不會舉給我 但是然後 或是沒有準備好的球 就突然射過來 所以這都是往後的比賽 還要再繼續調整的 好 所以我們來聊一點輕鬆的 因為我們去年在這個羅東夜市 有偶遇嘛 今年中線也有回羅東 回東山 那今年哪一攤最難排 夜市哪一攤最難排 就是阿兆伯啊 還是阿兆伯 對 或是那個高渣蒲肉那一攤 所以基本上你說阿兆伯已經排了為兩圈了 對 已經超過兩三輪 好 因為我們都駐羅東 剛好這在 跟中圈在夜市有巧遇 不過大家有機會去體驗一下 那邊阿兆伯還蠻出名的 對 還有很多好吃的 好 今天再度恭喜聯莊這場比賽 雖然說辛苦還是獲勝 那預祝在今年在 魔術數字往下降 今年在季賽跟季後賽都有好的表現 我們再把時間交給洪青 好 那我想在開春的第一場球賽 就為各位觀眾朋友迎來一場 精彩的五局大戰 那也是一場精彩的好球 那其實今天呢很明顯看到 在聯莊一開局的時候 其實今天的狀況並不是特別好 那整個攻擊的火力都集中在 那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他們今天正宗的快攻 是完全在前幾局是完全沒有發揮 那反倒是美金龍呢 每一局都是很穩定的 來有這樣子的一個很平均的火力輸出 那只是說有時候在比較 輸的那幾局的後半段 有點後繼無力 那有一些關鍵上面的配球 我覺得可以再重新思考一下 或許今天這樣子的一個戰況 應該帶著笑容離開 應該是雲林美金龍 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啊 那當然也還是要稱讚 這個真的 Brian的一個人的力量 就有辦法去撼動這場比賽的 這樣一個勝負結果 那他自己也貢獻了 將近40分的分數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 有決定性的攻擊手 對於一個球隊來說 真的是一大幫助 對真的是沒有話講了 關鍵時刻就要有人能跳得出來 那個跳得出來不是跳出來 要有那個能力就要得出來 那這個擔當的人 不管是Brian 還是在旁邊輔佐的吳中軒 都有那個關鍵的致命一擊的能力 用各種的能耐 我想這也是整個教練團 最喜歡有的一個成員的 一個組合的方式 是 那這樣也看得出來說 其實連莊這支球隊的陣容 真的非常的全面 你在一個人表現不好的時候 你看像剛開局 施朗的表現不好 馬上換上宋伯廷 馬上就可以頂替他的位置 那當然Brian他是一直很穩定 所以其實 面對到連莊這樣的球隊 你真的只能把每一個環節 每一個層面都做到最好 你才有辦法去勝過他們 對不過我們今天真的要 給雲林美金龍更多的掌聲 這個大專球隊今天的表現 幾乎已經要把對方給壓下去了 是是是 那當然的還是一些些 關鍵分的一個選擇 不過今天打出一場精彩好球 再接再厲 好 在這場比賽之後呢 接下來將會是 彰化三大有限跟屏東台電的交手 當然要再度謝謝在我身旁的 洪青啊 那第一場就已經弄了快要三個場 是是是 這個責任我來擔 當然還要再來 好 我們希望下一場球打得更精彩 好 謝謝觀眾們的收看 下一場球再見 拜拜 謝謝 拜拜 謝謝 拜拜 吃掉 你們這個 整個條子 好了 wow 快到了 5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